人性不仅是矛盾的,还是奇葩的,矛盾在于,人性既有理性的一面,同时也有感性的一面,在某些时候,感性的一面会让当事人做出违背常理的事,奇葩在于,人性总是奢求得不到的一切,而不会珍惜已然得到的一切,在无数人看来,还未得到的,才是最好的,已然得到的,都是不好的。 这般奇葩而又矛盾的人性,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,比如说,某个亲人,总是对外人毕恭毕敬,而对自己人斤斤计较,将最坏的一面留给了自己的至亲,身边的亲人,才是关系,感情最好的,为什么总有人不珍惜呢? 就一句话,身在福中不知福,等到失去才后悔,对外人大方,而对亲人抠门,是有八九世这几类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崇尚气软怕硬的人,一个部门的同事,经常会你看我不顺眼,我也看你不顺眼,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同事,反而就各种客套,热情,笑脸相迎,一个家庭的亲人,经常会你嫌弃我,我也嫌弃你,而对于外人,反而就各种大方,好客。 热情,讨好,将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外人,这种行为,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,同部门的职员,由于大家都认识,知根知底,所以大家都会窝里斗,而不同部门的职员,由于大家都不认识,所以会比较客套,不会轻易得罪别人。 同样的道理,同一个家庭的亲人,由于大家都特别熟悉,毫无神秘感,所以就容易相看两相厌,而面对不认识的外人,由于不熟悉,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,所以就会笑脸相迎。 这般欺软怕硬的人性,其实是天生的,你对别人越好,别人越是觉得你好欺负,就会忘恩负义,狠心来欺负你,而没有任何的感恩和慈悲,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的人。 一对夫妻,结婚没几年就吵起来了,丈夫认为,还是外边的女人好,自家的女人不好,妻子也认为,还是外边的男人好,自家的男人窝囊。 对于另一半,你是否也有这样想法呢?只要是人,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想法,因为每个人都会拿身边人,跟外人进行攀比,从而贬低身边人,对外人产生了期待,看网络信息多了,人们就会幻想,这个世界的人都吃得好,穿得暖,刷短视频多了, 人们就会幻想,就自己家没钱,而别人家都很有钱,这,就是被一页账目的错误想法,我们所看到的,都是别人精挑细选出来的最好的一面,而日常存在缺陷的一面,没有人会进行宣传,如果我们想不明白这个道理,就容易伤害身边人,而期待外人,问题是,外人跟我们毫无关系,哪怕他们很好,难道他们会帮我们一丝一毫吗?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我一直觉得,身边人已经很好了,与其期待外人,不如做好自己的本分,对身边的亲人好一点,一家人好,才是真的好,外人再好,也不过是戴着面具的伪装罢了,虚荣且好面子的人,前段时间,有读者在后台吐槽。 自己家的老公,过年的时候,总喜欢在亲戚面前穷大方,平时,连老婆买多了猪肉,或者稍微买点化妆品,都要骂一顿,看到这个案例,可能你就会觉得很熟悉。 感慨自己身边的亲人,也有如此举动,再穷,也要对外人大方,而对身边人尖酸刻薄,再比如说,你的婆婆,有什么吃的,都分给邻里相亲一点,可对于自己家的亲人,却极度吝啬,各种计较,跟变了一个人似的,这就是所谓的虚荣,也就是好面子。 在他们看来,对亲人大方,也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得不到面子,而对外人大方,听到别人夸两句,就觉得很有面子。 上文谈到的过年时,对亲戚穷大方的案例也是如此,绝大多数人,都喜欢请亲戚吃饭,几千上万一顿饭都不在乎,只为了听到亲戚的一句奉承,夸赞,说实话,稍微注重面子,不是什么大问题,真正的大问题,是极度重视面子,完全将重心放到了外人的身上, 这般做人,就容易重盘亲离,妻离子散,一个人最大的悲哀,莫过于将最好的一面,都留给了外人,而将最差劲的一面,都留给了自己家的亲人,亲人对他们关心,照顾,他们却对亲人斤斤计较,外人对他们苛刻,无情,他们却对外人各种跪铁,各种奉承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人性当中,还存在受虐狂的特点,跟谈恋爱一样,对于得不到的前任,总是心心念念, 而对于已然得到的现任,总是觉得没意思,越看越不顺眼,这,不就是矛盾的根源吗,其他的情况,也是如此,对外人特别好,对家人特别差的人,都不分轻重,为人处事,最重要的,便是分好轻重,哪些人该无视,哪些人该冷漠,哪些人该走过场,哪些人该真心相待,这都是有区分度的,而不能一概而论, 对待家人,一般我们是要真实诚恳,态度要好一些,而对于外人,我们冷漠一点也没关系,因为他们跟我们没任何的关联,但是,总会有这么一些人,他们直接背道而驰,该重视的人不重视,不该重视的人,却特别重视,没有分清轻重,不懂得轻重缓急的人,他们一般都气软怕硬,而且目光短浅,不懂得权衡利弊,分不清何为是,何为非, 为何这些人会分不清轻重缓急呢,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他们习惯了家人的付出,而没有长时间的接触外人,因此,他们就会形成理所应当心理,漠视了家人的付出,也走向了亲情的对立面,对外人特别好,对家人特别差的人,都特别自卑,从心理学上看,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都存在着自卑的印记,而自卑,恰恰伴随着人成长,当自卑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之后, 人们就会产生出扭曲的心理,做出不恰当的事,就拿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的人来说,他在外面被人欺负,而且连声都不敢吭,所以自卑感会越来越强,可是,人的自卑感终究是要化为某些情绪宣泄出来的,尤其是自卑这样的心理烙印,他们更是想通过某些事而隐藏起来,于是乎,在他们被外人欺负过之后,他们就会把矛头指向家人,在家人身上发脾气,也就是说,外人怎么对他们, 他们就有可能怎么对家人,这,便是过度自卑的表现,对外人特别好,对家人特别差的人,都不懂得感恩,曾有思想家说过,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,便是人有感情 懂得感恩,感恩一词,我们从小听到大,相信我们自己也想成为一个感恩的人,不让良心受到蒙蔽,可是,想感恩是一回事,而能不能够做到感恩他人,又是另一回事 在生活中,我们会发现,很多人口头上说感恩家人,可在背地里,却对家人不尊敬,更有甚者,还会恶言相向,拳脚相待,相信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亲人,你待他特别好,而且是全心全意那种,可他却把你的真心,当成是河边草,不屑一顾,而且对你没有任何的温情可言, 其实,我们为家庭付出,满怀着真心,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,可为何这些人对家人的态度会那么差呢,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到真正的感恩,没有真正体会到家人的真心,而是把重心都放在外人身上,走了其路,对外人特别好,对家人特别差的人,都没有原则,不论做什么事,有原则,有底线,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,就像是人际关系中的原则,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, 那就是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,或者是滴水之恩,永泉相报,投我以木瓜,抱之以穷居,这样的原则,树立起来简单,可做起来,往往是很难的,因为人类都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,一个你刚认识的外人,他给了你一点礼物,还骂了你几句,你会认为他还是挺好的,虽然嘴巴欠了点,而在家庭中为你付出许多的家人,他无时无刻都在帮助你, 你却认为他的行为是应该的,是理所当然的,其实,这世上并没有什么事,是理所当然的,哪怕是亲人对我们的付出,我们都要铭记于心,而不是不屑一顾,做人可以不善良,但却不能没有底线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